花旦艺师吴登新从小是接触地方吉亚轩北馆团 也深受传统乐曲影响 近年来更是投注文化保存工作 收藏北港已经消失的南馆乐团的黑教唱片 他表示通过这些老唱片 不只是重现了北港馆乐团的疯狂年代 也让这些消失乐团在探讨文化历史上 可以有所依据 所以他还鼓励大家一同来加注神仪保存 为传统文化来努力 消失的北港南馆音乐从旧唱片继续流传 花旦艺师吴登新也是北港北馆吉亚轩总干事 近年为了把北港传统乐曲的回忆找回来 开始收集黑教唱片 我认为早期这里应该这个东西算是比较精品 所以现在真的是你有钱吗不知道要不要 有些北馆的录音就很普遍 你网络上看就很多人在忙 但是那个价位都不高 但是南馆算是曲乐里面比较特别的 然后加上唱曲 所以有些都还蛮贵的 为了收藏北港传统的管乐声音 吴登新是不惜购买昂贵的黑胶播放机 我们北港南馆算是第二季 因为早期的南馆户很少 南馆户又被当时的零零出版社选来特别录音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应该是真的很不错 妈祖初旬常听见了马正吹传统南馆演奏 这些声音都已经逐渐消失 目前吴登新收集一二十片的北港南馆就唱片 年代都有五十年以上 其中有消失的南华阁和五成阁 即逐渐凋零了吉兵社 西亚先是北馆 吉兵社是南馆 就真的剩下这两个 以前大概留下的文物记录是蛮多 但是留下声音记录或太少了 影像记录就非常少 这个就觉得我觉得最珍贵是在这里 一张旧唱片记录北港传统馆乐的风华年代 也让人有机会再听到传统乐团珍贵的演奏演唱的声音 吴登新也鼓励大家一同来投入声音保存 让北港馆乐文化有更加完整的历史依据 谢谢两餐 原理采访报道